快篩羊经医师判定 视同确诊在今天正式上路 快篩站转型看诊拿药 流程看起来都很顺畅 但是基层诊所视讯看诊 状况却不断 有医生就崩溃说了 有人直到要视讯了 才突然喊说 还没有化妆要赶快去换衣服 让医生苦等病人 那么还有明明不符合 吃口服抗病毒药物的确诊者 还是要求要开药 都增加了问诊的时间 那么也有医生提醒大家 视讯看诊时 最常出现的四个错误 包括了快篩盘 没有写好姓名 还有快篩日期 快篩盘跟健保卡分开来拍 还有全家人的快篩盘 都放在一起拍照 医生根本就分不清楚 以及开修图 效果反而是更不清楚了 所以请民主 在视讯看诊的时候 一定要避免这些恩知行为 我要麻烦你 把你的健保卡 放在你的下巴 健保卡不在手头上 启动视讯门诊 但病患却没备妥健保卡 全面使用快篩羊 经医师判定 等同确诊上路第一天 状况不少 除了患者要求开抗病毒 口服药 最令医师困扰的 则是疫病间 网络频宽不同 双方沟通卡卡卡 就连拍物品的功力 恐怕也得练一练 写在纸上 或者是有阴影有蟲蟻 这样我都看不到 你要开始视讯了 说陈医师你等一下 我还没有换衣服 这次你要我输个头 换个手 记得的话视讯门诊 就是等头门诊 所以不是跟你们在哈拉 视讯看诊状况多 光是地步要在快篩设计上 写名字跟日期 跟健保卡放在一起拍照 旧卡关 地线医生 手绘图 拜图大家要拍清楚 还有不要一夹子 全部拍在同一张 让医生连连看 相较基层诊所 视讯乱象不断 专心看诊为主 筛检为辅的筛检站 看诊拿药流程 相对顺畅 新智上路一届高度认可 因为不止快篩音 做PCR可以就多调新米 存在于社区的黑数 也可以快速找出 确诊的人数 七八万的话 顶多几天 就可以差不多十天左右 就可以达到了 这个月底应该是达到一个高峰 那我们盼望就是 月初以后 慢慢的这个 确诊数就会下降 尽快达群体免疫 加速解封速度 博医生也提醒 民众口服抗病毒药物没有吃完 别乱给别人服用 因为辉瑞口服药物会有交互作用 如果再服用安眠镇静药物 很有可能会一觉不醒 记者怎么懂